另外一種動畫叫形狀補肩動畫 形狀補肩動畫跟我們剛剛移動補肩動畫比較不一樣 既然它叫形狀,因此形狀 因形狀才可以做這個部分 批准上也是一樣的 它跟我們剛剛說一樣,至少要有兩個三進格 而且一定要是什麼?形狀才行 一定要是形狀 但是它有一個特點,它一個平均裡面會有多個 也會有多個 但是原則上它兩個是只做一個 只做一個比較多 如果你做它的話,它會用印射的表示 所以代表是不同的什麼? 動畫類型 不同的動畫類型 它可以做的 除了我們剛剛移動補肩動畫能做的 比較特別的,它可以做顏色上的變化或形狀上的變化 比如說一個石頭對那個人 那一個顏色 從什麼顏色變成什麼顏色 這個你可以用所謂形狀補肩動畫來做 因為這個是它特有的東西 那麼所以我們可以看一下像這樣有沒有 這個圓變單 方便圓 而且你注意到了 圓條本身有沒有在做變化 圓條也可以 所以它沒有極限在說一定要是形狀的填色 你用圓條也是OK的 圓條也是OK的 像這個 白天跟黑夜 我們在後面那個背景 太陽當然就是我們剛剛的打影線動畫 對不對 但是你看它那個日月的變化 它並不是形狀的改變 而是顏色上的變化 有沒有 這個也是 這樣你了解了嗎 所以我們就來做這個白天與黑夜 來試看看 你到這個類似山裡面的形狀補肩動畫 好 進來之後我們打這個 打到這邊 你來看 這個太陽我就不用做 我們只做天色就好了 所以其他的我就把它藏起來 好 天色你看我們把它點一下 有沒有 是一坨的 嗯 這個時候你再確認一下我們右手邊的屬性 真的是叫形狀 好 這個叫形狀 那麼 現在呢 我們要拿它來做動畫 假設我現在到這邊 我要做一個動畫 按右鍵插入關鍵的 但是它的什麼 我插入之後 我現在的位置是在影格上 有沒有 首先在影格上 如果你要改變它的 顏色 點一下它 這時候才去選到那個物件 這樣知道 好 你看這裡有沒有甜色 點一下 那你現在看到呢 你看這裡 只有有單一的顏色 下面也有漸層 但是萬一你的漸層 這裡沒有你喜歡的怎麼辦 知道自己編輯 所以說這個時候呢 我們就不要來這邊了 你來看一下 我們視窗裡面有一個面板 你要把它叫小 叫做這個顏色 好 叫做顏色 好 現在就是在這邊 你看我們的漸層 現有的這個漸層 是不是長得像這樣 黑白 然後黑黑 那你透過這個呢 這個事實上是得調整的 這個地方 如果你要貴好一點 有沒有 這個就會上來一點 好 那我現在並不是要這個 我就點它 點這裡 我們從這邊 你來選這個 你可以從裡面再選一個比較接近的 選一個比較接近的 選一個比較接近的 點進來 有沒有 對不對 那如果裡面都沒有接近的怎麼辦 沒有關係你 就拿剛剛的直接擋 也OK 那怎麼擋呢 直接點到這邊 假設我現在 你先拉看看 我現在拉的 這個是下面的 對不對 所以你如果是要變天亮的 下面這邊的話 要怎樣 變比較白一點 所以你點到它 有沒有 黑色的箭頭 就變黑色的箭頭 你需要它變白一點 還是你需要有點黃黃的 都沒關係 好 那這個白的 呃 然後在這邊 這一個 我把它變成有點黃黃的 好了 就是 太陽剛起來的樣子 這樣 可以嗎 對不對 好 所以你點到這邊 那如果這邊還黑黑的 就隨便你 所以中間呢 怎麼辦 知道產生補件動畫 這個時候點到它 按右鍵 有沒有 這裡有一道形狀補件動畫 嗯 有沒有要留到形狀補件動畫 按下去 這樣就好了 有沒有天亮呢 你們要去醫學嗎 所以是綠色的 海外綠色的表現 那這個地方呢 是除了我們剛剛講的 外形上的改變之外 它用什麼 用 顏色上的改變 也可以做動畫 也可以做動畫 那 這個呢 你就可以再嘗試看看 好不好 給你玩看看 然後呢 也這樣的一個 就是進程的工具的設定 之後呢 你當然如果說這個顏色 是你 把這個調出來的 你也可以把它在這邊 再增加色調 那增加色調 那增加色調 又跑到哪裡去 你看我們剛剛在從這邊選的 有沒有一些顏色是在下面的 這個就要色調 這樣你了解嗎 所以如果你覺得 嗯 這個就是我喜歡的 那你就從這邊增加色調 所以這個顏色就會進入到下面 所以你下次就可以重複使用 這個重複使用 好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 我們來順便來看一下 今天如果你覺得 我的漸層 就不要這樣水平的這樣子 我要做垂直的 會有方向性的 行不行 事實上就可以了 你看 我們的漸層裡面 有一個工具 這裡面 有藏一個 有沒有 鑽層變形工具 就是我們在那個 變形工具裡面有一個 好 這個呢 就是要控制鑽層的 你看 我們把它剩小一點 把它剩小一點 這樣你看得比較清楚 你看到點到花 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這個範圍 就是全部的 有沒有 那這裡呢 會有一個點 還有你會看到這個 這個呢 我們先看看這個 有沒有 要說你鑽層的範圍 也就是說我的漸層 就是從這裡 到這裡 那麼超過這個範圍的就是 看這個圓圈是什麼 就是什麼 超過的都是黑色 有沒有 好 那如果你要轉方向呢 就是從這邊 這樣就可以調整漸層的方向 好 所以如果有這樣的漸層的方向 也是動畫 因為我跟前面的是不是不一樣 所以你看我拉到 這樣你有了解的嗎 好 所以事實上我的漸層方向 調整那個漸層的範圍 也可以變成動畫的一個屬性 好 也可以變成動畫屬性 只是說你記得要調整 它的工具 當然沒有在第一個 所以你要進到這裡面才看得到 好 這樣沒問題的 好